由前首相慕尤丁宣布的新冠疫情特别援助金BKC 原定在8月的时候发放 但却因为政权更替的关系导致这项援助计划展延了 来到今天 首相伊斯曼沙比利发文稿宣布 新冠肺炎特别援助金将会从9月6号开始 发放给符合资格的赤品人士B40以及M40群体 那每个人将会获得100至500令吉的援助金 预计将会有1000万人收贿 而几天前因为接触了新冠病患而自我隔离的沙比利 今天也以视讯的方式主持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内阁会议 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今天以视讯方式 与部长们召开首次内阁会议 讨论国内新冠疫情的最新发展等课题 同时沙比利也再次提醒内阁部长们 务必在100天内交出部门成绩 与此同时 今天也有多名的新科部长正式打卡上班 其中包括了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 以及科医部长阿汉巴巴等等 他们都在遵守标准作业的程序下 向官员简短谈话之后便开始新的工作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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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